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我更深的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导读过程当中去反思如果你是当中的角色你会如何去面对这些危险冲突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你又会去如何面对呢 好所以我们先来分享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我们要分享内容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曾经有一件事情是不论你痛苦或者快乐 可总会让你在睡前或者魂牵梦吟时刻无时无刻出现在你脑海中的呢 就好像有一件事情让你一直过不去 好如果一直有的话换在下面留言加一 可如果你觉得你每天晚上睡得好安稳没有什么压力完全没有任何担忧那就留言加二 对然后你如果你有其他答案就留言加三吧 我目前没有想到其他就一个就是你的确有一件事情卡在你内心当中总是会觉得好像这件事不解决会卡卡的 所以总会魂牵梦吟 然后第二个是你觉得人生很平顺你对你而言你没有什么这样的负担或者这样的压力 所以对你觉得你从过去到现在人生过得还蛮顺遂还过得去 好所以不知道大家是加一还是加二呢 有人是职场霸凌 有朋友说下礼拜要看我的面授课程 我下礼拜面授是到公部门吧 我记得是公部门 对有人是加一有人失念一个人 有人是加二 所以每个人所内心有牵挂的事情都不一样 可能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爱的人自己的父母亲或者自己的工作或者自己曾经对不起的人 无论你牵挂的事情是什么 没有关系不需要把答案给我们 因为这件事是你的 可是我们邀请希望透过今晚内容可以跟你一起来试着思索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路可以走出去 能不能有一些新的可能能够帮助你走出去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读小收棍过程当中 跟大家一起思考 一起发想一起讨论的 然后不一定会有答案 可是延伸 我们希望在这个中秋年假的过程当中 或许能够让你有机会可以好好沉淀 去思索你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你与世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新的可能 好那我接下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 在介绍这本今天要谈的最 他最后呼吸之前 其实要先谈他的前传叫做妹妹的坟墓 妹妹坟墓基本上在 据传 就我在网路上所看到的资讯 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 就是亚马逊文学类排名第一名 全美狂销八十万册 等于上市后每两秒卖掉一本 就妹妹的坟墓 然后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厉害 很多人在网路上如果曾经读过就 在网路上留下非常精彩的评价 说我们总会认为有些习以为常的 相聚甚至转生 可是有时候这一转就是一辈子 就是一种难以挽回的生理识别 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最珍贵 最珍爱的人会陪伴我们多久 而这故事其实就是从这角度出发的 妹妹的坟墓 妹妹的坟墓 然后颜色我们都会读的是下一本 叫做他最后的呼吸 可是在介绍书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介绍作者背景 作者他的名字叫罗伯杜格尼 他是纽约时报畅销作家 然后同时也是亚马逊的畅销作家 曾入围一些法律小说比赛的奖项 同时出生在爱达河州 成长在加州 他家总共有十个弟兄姐妹 所以他常常对外开玩笑说 因为他排在中间 所以总是没有机会说话 所以他只能练习写字 开始写作 所以延伸他的作品啊 就很多元 他喜欢透过文字去表达去书写 然后当然也写很多 偵探冒险当然有这些冒险过程当中 都带有一些凶杀或恐怖的成分在当中 可是其实延伸在书中也会看到 其实有作者自己的一些个人情绪的影子 好那其实这本刚提到第一本 妹妹的坟墓 他在亚马逊排名第一 同时也是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畅销排行榜 曾入选2014年最佳惊悚文学 而现在新的这部来了 叫做 他最后的呼吸 他最后的呼吸 好那既然要谈谈这个作者的作品 我们先从他第一部作品 从他的应该算是我们今天要读了 这本书的前传 可能说那如果没有读过前传 读后面这本看得懂吗 其实基本上看得懂 因为这两部是可以分开来一起看 可是当你看完前面的前部啊 你会有更深刻体验到 为什么女主角会成为一个警察 会成为一个警探 会视恶如仇 会希望在某些事情上能够尽可能破案 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而这原因就在于 他跟他妹妹的故事 书名就叫做妹妹的坟墓 妹妹的坟墓 好那我必须要先简单简介一下 结果这本书里面先提到的是 他和妹妹的感情其实非常非常的深厚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 这个小镇呢就是也没有租多少人 过去大家其实都是不用关门 想想看如果有些村庄 就治安很好都是不用关门 直到后来发生一个意外 这意外就是他妹妹失踪了 后来被发现的时候竟然已经是白骨 而这发现的时间点是20年后 所以也因此这个妹妹的消失 甚至死去带给这个城镇有很大的震撼 开始也改变了这城镇过去的 大家总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安全安全的小镇 可是却因为他妹妹的失踪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造成了很多人彼此生命的伤痛 尤其是女主角本人 女主角本人他说他在多年前那一天 他转身离去 留下他妹妹 没想到他妹妹就不见了 在那一刻很快就不见了 然后全镇的人 寝巢而出 搜山 他父母也焦急的不断质问他说 你把你妹妹搞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他不见了 不断质疑他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接着呢 既然有一个人主动跳出来说 是他杀了他妹妹 所以就因此被逮捕定罪 可是这个男人呢 始终都不说出这个他妹妹的厮守在哪边 厮守在哪边 然后以延伸因为 在法律上面的判案必须要有人证物证或者事证这些存在 所以虽然杀人犯自己承认人杀 可是却没有找到尸体 所以这个杀人犯仅被判了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而延伸啊 这个什么 这个家庭也在这个妹妹离开之后 开始四分五裂 因为父亲始终觉得这不是正确的答案 进而举枪致敬 而妈妈不久后也并发身亡 就生病疾病了 所以女主角只好抱着愧疚绝望逃离了这个城市 到一个陌生城市重新开始 结果他内心刚刚提到说 总会有一个魂牵梦移的事情 在他内心当中 就是他妹妹 他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妹妹到底在哪里 直到有一通电话通知沙拉说 他妹妹白骨在家乡的山上洞穴里面找到了 洞穴里面找到了 所以他踏上返家之路 开始要寻求方案上诉 因为他身信当初跳出来说 他是杀人犯的那男人 绝对不是凶手 所以在他搜集这些证据棍 然后发现了一些很神奇的一些线索 包括 针对某些事情 证明都避而不谈 所以有很多命案的疑点 一个一个跳出来 到底他妹妹是怎么死的 所以他连生要思考的是 他到底需不需要把这个已经离开 二十年的妹妹的真实的死状 或者他为什么离开这个证据 就是他真实的原因 把他线索全部拉开 挖出来 所以书中有一段话说 如果真相是三人的 那到底要不要挖开 埋藏他的坟墓呢 谁不知道大家 如果你自己的家人 已经离开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么你已经二十年了 好那你会试着再把二十年前 你一直很希望找到答案 把他找到吗 其实这个答案可能找出来之后 是那么的不堪 或者是可能会有点伤人 这其实让我想到一个 我的好朋友故事 因为他现在应该没有在线上 因为他在照顾孩子 而他生命的故事 真的非常非常的离奇 呃他的故事怎么来的呢 他故事是有一天他发现 他现在养他的父母 其实是偷抱他的父母 诶什么意思呢 就他原本出生在北部地区 可是就忽然被人抱走了 而抱走人 如果我们就我们多数人认定是坏人嘛 就把他抱走 抱走之后抱到哪里去了 抱到花莲 然后他就从小在花莲长大 然后也认为这两个抱走 他就是他亲生父母亲 因为对孩子的言就是 有人照顾你 他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延伸 我这朋友啊 直到长大之后 才知道了真相 才知道真相 原来他亲生父母亲在北部 而后面他也的确找到了 而当然有很多人好奇问说 诶 那到底为什么这一个 这对夫妇要把我那朋友 从北部抱到花莲去养呢 其实原因在于 这对夫妇啊原本生了一个女儿 而这女儿后来因为一个意外 在很小时候过世了 他们内心其实非常非常的伤痛 再一次在北部的旅行过程当中 看到了有一个小女孩 长得跟他女儿几乎很像很像 所以就动了一个歪念 把这个小女孩抱走了 把这小女孩抱走了 所以就抱到了花莲去养 然后也让他不知道 其实他生命是曾经被偷抱走的 所以如果是你在二十年 就可能二十年后 终于知道了 这一对现在养你的父母 养父养母 是真的把你从 真的亲生父母从身手送带走的 你会想要把这个答案挖掘出来 或者去恨他们吗 其实我朋友最后怎么做呢 我朋友最后 他还是试着去找他亲生父母 他说当他跟他亲生父母相见那一刻 其实他非常深刻感动 然后父母也以为他已经不再认识了 其实原因只是他被抱走 可是他也没有怪他的养父母 因为他深知到 其实他也很爱他原来的女儿 只是那时候的伤心欲绝 让他们做了一个犯错的行为 而令人 其实这件事情让我们最毛骨悚然是什么呢 不是在这个什么 不是呃 不是单纯被抱走这件事 是这是我朋友亲口说的 就当时抱走他那养父母的女儿 的生日跟他的生日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因为那天是我们刚好跟几个朋友在聊天 每个人就分享一些自己生命的故事 还有说那个那个小女孩过就是 就是呃出生日子跟他是一模一样 而刚好那天是他的忌日 就我们刚好聊天那天是刚好是那小女孩忌日 所以哇就让我们非常毛骨悚然 可是也延伸这也是一个生命中的秘密 如果真相是伤人了 到底要不要挖开 这个埋葬他的坟墓呢 所以对你而言不知道你会挖还是不挖呢 只有你说已经过去了 走不出来就已经要走出来了 是啊好沉重哦 所以我朋友说这也太纠结 我也觉得真的很纠结 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故事好像有点有趣 欢迎分享今晚的直播内容 因为我们待会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 对所以我觉得生命中 其实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只是有的人真的很离奇 所以我那个好朋友就是他很离奇 可是他现在也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了 两个孩子的妈 他分享他生命中这段离奇的故事 然后延伸让我们每个人有很深刻的不同的体验 对 好那接着呢 我不破梗这本书到底最后结论是什么 因为邀请你去 如果有机会可以读读他 因为他已经上市一段时间 所以如果你在图书馆借 一样应该还是可以借到 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读他 不想要去等 不想要排队 那么你应该可以去博客来买一下 或网路书店买一下 因为很容易就找到这本书 他非常精彩 能够让你应该可以用一个下午 或是一天的时间就读完 如果你阅读量比较慢的话 一天就可以读完 因为他写的不会太难 可是延伸有很多情感的连结和纠结 你在阅读缸中会看到 他父亲对儿女的爱 然后看到姐妹的情谊 当然也看到更多 很多小型的线索 可是最后的结论 证据 引到凶手位置的时候会让你有点惊讶 非常让你惊讶 好那接着要介绍下一本书 可是在介绍下一本书之前呢 我们要介绍的书叫他最后的呼吸 然后这次我在网路上 看到作者自己的背景的时候 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作者他有十个兄弟姐妹 好那如果你排行在老中间的话 你觉得对你的个性或喜好会造成 什么样的影响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也鼓励大家可以努力按赞 并且分享今晚直播 透过你按赞分享 我们晚点将要抽出两本主编的精选好书 送给我们今晚参与直播的读者朋友们 参与读者朋友们 然后知道我们下一期有一些是 YouTuber的朋友 所以YouTuber上面的朋友呢 也欢迎可以来到我们 阅读人的脸书上面观赏直播 因为我们所有抽奖都是在脸书上面进行 所以有的人真的想找到答案 有的人可能是家人离开 到底结论是什么 可以有人挖开之后 要不要选择原谅 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好那如果你有十个兄弟姐妹 不知道大家觉得对自己的个性或喜好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每个兄弟姐妹的位置 所创造的个人和个性价格真的不一样 老大就会慢慢在很小的时候 就必须被养成负责任 如果你和兄弟姐妹的年龄差距没有太远 通常会先单起某一种 要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好那中间老二的话 或者是可能是十个兄弟中间的 通常的确是容易被忽视的 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有被爱的时间点 可是当延伸老妖出现 注意力被转移 一个是父母会看着老大的责任 延伸他会看的是老妖的脆弱 而中间那几个兄弟姐妹 进而好像真的没有话可以说 没有话可以说 所以大家说很难想象 有朋友说他同学有八个兄弟姐妹 就牢牢不疼 爷爷不爱 所以我朋友说他自己就是容易被忽视的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他不是一种忽视 而是不得不 其实父母都是爱每一个孩子的 他也试着尽可能把所有爱平均分配在每个孩子身上 可是延伸他们每个父母的注意力时间有限 所以他知道如果要指挥 就只能指挥老大去管下面的 或者知道最软弱的就是那个老妖 所以就会请老妖怎样 就会多看一点老妖 所以进而感觉中间会被不被重视 可是有时候这也是另外一个优点 因为另外优点是因为你不被重视 所以你可以更活出自己 因为太被重视反而有另外一种压力 所以这个作者称为法律惊悚小说之王罗伯 我常开玩笑说他在十个排行榜当中排行中间 所以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说话才开始写作 然后也因为开始写作慢慢累积的过程当中 他如果大家有曾经读过他其他的作品 会发现其实他作品中的一些男女主角 其实都有这个阴暗的性格 或者不说话性格 总是那个内心系特别多 所以其实延伸 这个是他作品在某些内容呈现上面 所呈现另外一种特别的角度 所呈现的特别角度 不过有人说自己是孤单长大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本书的剧情 他最后的呼吸 如果你没有读过前面这本 妹妹的坟墓 那最后呼吸基本上也可以直接拿起来读 因为他可以分成两部不同的作品来看 第一部是介绍崔希为什么走上警察 想要追寻找到妹妹的死因的一部作品 好那延伸他长大成为警察之后 警探之后呢 他在办案过程当中 就是经历了一个社会一个很严重的事件 就是有一个非常离奇的命案 这离奇的命案来自于在西雅图 有陆续很多脱衣舞娘 产烧杀害 而且这手法非常诡异 这多诡异呢 就是所有受害者的四肢都被绳子绑起来 在绑起来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是只是绑而已 其实完全没有做任何杀害行为 可是延伸他因为是身体弯曲的角度 所以所有的绳子跟角是连在一起 所以一旦身体一紧绷 就会勒到脖子 所以只要两腿一伸直就会拉紧绳子 然后因此在肌肉抽血过程当中 就会自己把自己勒死 把自己把自己勒死 所以延伸这个作者 这个女主角崔熙 就要开始针对这个案件去调查 调查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离奇 恐怖案件持续在这个城市发生 也甚至要希望把这个凶手绳之以法 所以在这个调查线索的过程当中 他在某个地方叫射击场 发现有跟杀人案件相同的绳子 所以他就试着通报单位要去搜证 想要了解过去有没有类似的事件 曾经在这附近发生过 然后持续找找找 终于找到十年前已经结案的案子 那是一个审判过程疑点重重的案子 而这过程当中更糟糕的是 当年负责警探正是现在 跟他非常不对盘的上司 所以他在跟他不对盘上司的 办案的切磋过程当中 其实基本上他上司不给他任何资源 甚至还给他停职 就是说你干嘛持续要颠覆我过去 已经找到案件或已经结案的案子 因为你一旦颠覆就表示 我上司当初其实是做不对的行为 才能让案子结案的 所以进而他其实和上司有非常多的摩擦 可是他也在这个期间 又发现好多脱衣女羊 接二连三的被杀害 所以崔西就领导了专案小组 要调查这个连续杀人犯 结果这个凶手非常特别 他的犯案过程很有调理很有组织 甚至基本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犯错的线索 所以也同时他在这个办案过程当中 他有一个扯后腿的上司 而在有限的资源 甚至几乎没有线索过程当中 他要找出可能性 找出可能性 然后在书的背后啊有写到 其实有一些还蛮让人紧忠的 就是他被跟踪了 在浓雾弥漫的深夜 不自然的稀疏声响起 正当我怀疑自己神经过敏时 一个粗糙的东西扶过头顶 我下立刻举枪 但什么人影都没有 我打开手电筒 只见到一个脚型环圈 垂落而下 而近来北西雅图的托异母娘 接二连三惨遭杀害 且手法诡异 这神圈是凶手挑衅 还是模仿犯的恶作剂 亦或是受害者家属的怒意 所以查明真相 越发迫切就越深入案情 就感觉随时一直被人紧定 因为凶手在案他在明 凶手在案他在明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基本上比 那个妹妹的坟墓好读一点 因为妹妹的坟墓 他的情节走了二十年 可是这个情节走得比较近 在发生之后 在很短时间内 试着要去找出各种可能性 可是当然也在这个办案过程当中 他发现了 好像如果时间拓越长 其实凶手做的案子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他一定要在短时间内 希望把凶手绳制以法 因为觉得他知道 如果不把他绳制以法 基本上凶手杀人的动机 并不会因此消失 并不会因此消失 好所以我觉得邀请大家 如果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女警好了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办案的难题 结果如果你是一个女警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一个女警的角色 有朋友说 会不会看完睡不着 基本上不会睡不着 因为大家应该如果看过电影 会觉得电影比较恐怖 一般的恐怖电影 或者是凶杀电影比较恐怖 这类小说都是凭你自己的感受去放大 所以你要控制不要放这么大 有人说开膛手杰克 对他是一个连续杀人犯 所以你是一个女警 你觉得在这个办案当中 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 好我在想象 如果我是一个女警 我去办一个杀人犯的案子 除了女生 我先用几个刻板印象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 我自己从某个角度看到的是 有女警可能如果凶手是人高马大 一个女警去对付人高马大的凶险 的确有可能会有一些 在力气上面比不过的时刻 不过现在女警都有枪 女警都有枪 所以这可能也是用远距离 或许也是一个可以防范的方式 可如果近距离的肉搏 可能真的不一定能够打得赢 那种人高马大的凶手 有点我们都知道外国人都特别的粗壮 特别粗壮 好这是女警可能会遇到的难题 然后延伸这个女警又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 好她其实很大的难题 来自于她的上司扯后腿 因为警戒内部的阻扰 让她原本应该可以很快破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资源甚至还被停止 然后上司还威胁说她要把她开除 可是她始终没有放弃 因为她知道其实她生命不是因为她有警察身份才要去办案 而是她生命中的正义感逼迫她一定要把一些线索插明 所以延伸在许多千军一法当中 她救回了一条人命 而也在这过程当中 终于找到了凶手犯下的错误 进而能够慢慢的解开凶手的谜团 认识到凶手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所以延伸在书中里面那个上司啊 虽然持续的打压女主角 可是却在警戒里面依然迟迟的 依然步步高升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很职场的现实现象 就还是可以看到男女性的不平等 男女性的不平等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她还是用这个社会现实让你看到 了解到其实虽然我们觉得 女主角是 这个崔西是女主角 应该会破案之后就能够节节高升 能够获得更多什么 更多的奖赏啊 或者是能够升迁 可是其实真实的世界里面 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的功劳可能依然会被上面抢走 你所做的一切 可能依然男生会赢过女生 所以这也是在目前社会上面 我们总是追求说要男女平等 可是的确有些时候 好像还是不太平等 就像最近我看好莱坞有一个编剧吧 他就辞职抗议 因为他被邀请去编一个剧 他为什么要辞职抗议呢 因为他发现另外一个编剧 是一个男生 可是薪水是高达他四五倍以上 他薪水是高达他四五倍以上 可是明明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都做的一样是编剧的工作 可是另外一个编剧 一样是女男 就另外一个编剧是男生 就薪水高过他四五倍 然后那个男生听到说 原来你薪水这么低 还愿意乐意要把自己某部分薪水分享给这个编剧的时候 当然这编剧就婉剧说 我必须要婉剧 因为我必须要让世界或让媒体正视这个男女不平权 在好莱坞 甚至在戏剧圈 依然还是很严重 所以他还把很多那个 明星的价码揭露出来 就是男明星和女明星的价码 真的是完全不 不是差 不是同一个坎的 然后有人说 为什么那些女明星 不试着去表达 去跟媒体抗议呢 好 基本上因为多数明星所拿到价码 对很多人言都是 可能一辈子都不一定赚得到的钱 所以这些女明星觉得 如果他揭露出来之后 他后面可能会被因此封杀 这是那个女编剧在 在那个新闻上面 对媒体上面分享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 在警戒所看到的 男女其实虽然可能做的事情一样 虽然你一样破案 可是不一定能够获得奖励或奖赏 不一定获得奖励和奖赏 对然后也有人说 女警总会有一些地方不方便去 女警需要更有智慧 然后朋友说 诶 犯人越来越多是犯人故意要警察来找他吗 其实在读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稍稍好像在挑衅 他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抓到 因为他所做的行为 其实并不是直接把那些托永娘直接杀死 而是一个非常慢缠 让托永娘自己因为肌肉挣扎 抽筋的过程 自己把自己勒死 所以是一个非常 非常特别的一本 一本故事 一本小说 最近有一个女法官也在职场被霸凌 所以男女好像真的没有完全的平权 不过我觉得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因为女权的男女平权的运动 基本上也是近百年才开始复兴 这过程当中其实在过去百年前的女性朋友 可能我觉得过的人生更辛苦 更辛苦 这近百年其实有很大的发展复兴 甚至我们现在也开始同性平权了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开始对性别倾向 开始产生更多的尊重 也同时去理解他们 可是也延伸这过程当中 也是走了非常漫长的时间 甚至有的人因此离开了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 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它 它将会越来越好 好那接着要好奇问大家 杀人犯的养成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有人会成为杀人犯呢 为什么有人会成为杀人犯呢 因为我们常常会讲到 有些杀人犯是感觉它是一个连续杀人魔 连续杀人魔 可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其实无论是谁 包括警探杀手 任何人在我们身边出没的普通人 他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病态冲动 病态冲动 所以有时候并不是暗的比较恐怖 有时候明的更恐怖 这些病态冲动 在书中会看到他的那个丧失 其实有点歇斯底里的 不让他去查明案子 甚至不断的扯他后腿 所以这也不也是另外一种杀人吗 在让他没有足够支援下 身陷险地 不也是让他进入到 随时会被受死的过程吗 对 所以这也另外一种杀人的连结 然后本书基本上是一种 变态杀人的一个 连续杀人犯 然后 书中里面提到说 过去啊 这些杀人犯总会是 可能针对 他小时候原生家庭所带来伤害 或者他人生当中曾经因为某一件事情的变故 进而人格上面出现了缺陷 在 刺杀别人过程当中 他去享受 那个 把事情或是人结束生命的体验 生命的体验 所以因此 有更多的什么 更多让人惊悚的过程 可是延伸 我在网路上也了解到 如果大家知道 其实之前台铁的杀警案的话 哇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市井小民的故事 可是 他并不是一个连续杀人犯 可是却 在 他情绪紧绷 生活压力过大下面 他做了错误的事情 做了错误的事情 所以杀人的养成原因 说真的 有时候真的是一个 你没办法很明确的去定义 人为什么一定会杀人 因为在一个情绪来临 或者是一个 让你情绪高涨 你克制不了的状况下 你都可能犯下一个 你自己不敢相信所犯的错误 对 我相信如果你的家人 我想 我鼓励大家想象一下 就有一天你的家遭小偷了 你看到房间 来了一个黑影 他试着在 把你的家人做捆绑的动作 不知道你会不会跑到 那个厨房去拿菜刀 因为当然 可是拿菜刀相对的 你就的确会有什么 会有把对方杀掉的可能性 会把对方杀掉的可能性 所以 也延伸 这个我觉得就反思到 很多生命中的故事是 如果 在某些环境状况下 会不会我也会成为一个杀人犯 的确也有可能 的确也有可能 好 那即使甚至另外一种状况 就上战场 在战场上 我们会不会也成为一种杀人犯 我相信另外一种是不得不 不得不 所以杀人犯养成原因真的有很多 可是或许 它不是一种养成 而是在某一个 时间点 某一个环节 它成为另外一种 不得不的可能性 所以 作者里面提到说 这时代有很多人 都有不同的生活压力 然后当然很多人心理疾病 心里也慢慢有不同的疾病或压力出现 这些都是一种不定时的炸药 而这些危险因子其实潜伏在我们周遭 外表很正常 可是却 让我们很容易卸下心房 所以有时候感叹啊 现实有时候比小说更可怕 因为小说我们可以从书中去 体察 这个故事的情节 它可能还不会直接发生 可是现实中 它可能就在你身边会忽然的出现 忽然的出现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更深刻体认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今天 很简短的方式分享了这两本小说 因为其实说真的 我不太接小说任务 可是因为这是一个出版社的邀请 我才试着跟大家分享小说 为什么说很少接出版这个小说任务 因为小说要不破梗 有时候真的稍稍难了一点 稍稍难一点 可是我试着都只做简介 甚至试着只抽出一点元素 邀请大家可以动脑想想看 可是最后呢 我希望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自己去读它 如果你是本身就热爱读小说 我相信这两本小说应该不会让你死亡 也能够让你有很多的不同的生命体悟更深的启发 启发什么呢 启发的是生命的短暂 我们要永远珍惜你身边你所自爱的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 如果生命在很短暂很脆弱状态下 你还不珍惜它 那其实它的确会像随风而善一样 在某一个可能车祸 某一个疾病 某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突然成为杀人犯的过程当中 都会让你失去自爱 好像在过去台湾曾经发生过正极事件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家庭 因着这事件开始破碎 开始产生更多的遗憾 可是这件事不也只是很单纯的一个 在上下班时间的时刻 你只是很单纯我要回家 却在那个很看似平安的捷运车巷里面 离开了甚至结束了生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大家一起反思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今天透过这本书 它最后无息甚至跟大家聊了 妹妹的坟墓 希望透过这两本书 启发大家 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人 好好去爱你身边的人 给它拥抱 在一个中秋团圆月的佳节当中 它是一个祝福 也是一个礼物 送给大家 希望透过大家今晚的 帮我们按赞并且分享 有机会能够抽给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啰 晚安 拜拜 期待下一次的再见